这次来玩这款游戏 奥利的庄园 简体中文的 不过角色还挺可爱的啊 简体庄园 会想玩这款游戏的原因是因为 我看到评论区的玩家 还挺多的玩家都在反应说 没办法看广告 竟然有这一种事情 会让玩家想要自己看广告的 诶 诶 诶 台湾国旗 我好开心喔 哈哈 范迪中文来了诶 拿到很多 长得像马铃锁东西 橡果啦 那叫橡果 那我现在要干嘛 这有一只瓢虫 这有一只瓢虫 粽石番茄 你只要去点它就好了 它自己会长出来啦 那你长出来你就有橡果 橡果 橡果 你就把它当做浅的意思 等一下 它怎么从天而降那么多橡果啊 哎呦 它还会掉钱下来诶 种茄子 这种甜椒 好肥的番茄喔 诶 还不能摘喔 好了 还可以养鸡耶 这一只鸡 好可爱喔 有没有人认识 女性的朋友呢 诶 给那个地鼠 把它打下去你就有钱 这里是苹果树 那那个鸡呢 诶 有有有 走过来了 送离宿 哦 免费解锁 不然就要花4500 难怪人家要看广告 诶 看个广告 诶 它真的不能看啦 我要看广告啦 有没有一键收成之类的 前面这样子很丰富啦 前面这样子很丰富啦 到后面就是想要 有没有更方便一点的 300颗星解锁 我现在来98星而已诶 养兔子 养兔子要900元 也出来了 自动收获果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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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4500还是挺重要的欸 該不會要先存4500吧 存到那筆錢才有辦法看廣告 是這個意思嗎 好啦 大概點了5分鐘的時間位 存到4500了 灰狼 點他就行了 被解鎖了沒 接鎖 暗影之王 好用C的喔 挑戰 好玩喔 好玩喔 广告没办法看啊 哎呀怎么这样 其实是一款不错的游戏了 最大的缺点是在于广告没有准备好 这个可以提升加成了 那这个要先升一下啰 还有动物药器 选单这边啊 一千可以升级萝卜园 这升级了以后你点几可能 是不是十块会变得 二十块三十块 可能会变得比较多 那你的新数也会跟着提升哦 有金数 哇 哇 整个种起来的啊 这什么 花 哦 这边是种花的地方啊 蜂蜜 蜂蜜升到两级 哦 五倍 啊 没广告不行啦 不然这款游戏很好玩的呢 好啦 这边还有什么 游乐园 树屋 海洋 这是很值得长期玩下去的哦 好吧 那这个算是再观望一下 来看一下后续它广告做好了没 游戏就说完到这里咯 大家拜拜